在之前,蝗虫泛滥成灾,俄罗斯就曾经遇到了三十年不遇的蝗灾。 蝗虫所在地真是惨不忍睹,农作物损失了七万公顷左右。 而且我国山东也发生过蝗灾,那蝗虫真是铺天盖地的飞来,黑压压的一片。 但农民们却想到了办法。 对于俄罗斯的受灾,我们可就厉害了。 直接开启大吃特吃的模式。 山东的村民用网开始抓蝗虫。 甚至还有些商户大肆收购蝗虫。 价格还挺高。 农民们开始早出晚归抓蝗虫。 甚至有些人为了挣钱,特地跑到村里一起抓蝗虫。 而那些因为蝗虫造成亏损的家庭,甚至补上了亏损。 最后蝗虫默默地被吃光。 收购蝗虫的商户。 把蝗虫卖给饭店,或者路边摊。 经过油炸等烹饪手段。 将蝗虫变成了桌上美食。 而且口感奇特适合下酒。 一下子成了一些老饕的心头。 一些地区,蝗虫甚至要61斤。 蝗虫的吃法很多。 红烧。 油炸。 只要你想吃。 怎么做都行。 蝗虫现在都吃少了。 你吃过吗? 因此,我好想吃。 不是这种药物。 对。